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台股又出现了气血两虚 这时候一定很多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 三条线 通常我们希望一条线 但是偏偏这两天 整个大盘的变化跟结构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 当美国公布一些数据 表现也比较好的时候 台股一样向下沉沦 尤其先前最强势的一些个股 成为最近这两三天以来被狙击的对象 那么台股下一步能否开始反扑 就如同我昨天讲的 今天必须靠智取 也就是智慧来战胜大家心里的恐惧 但是我完全从今天开盘到今天收盘 我没有看到任何我们的大脚有什么智慧 但是我倒是从其中几档股票 看到他们的手法 那么这几档股票当中能够代表的就是 这个时候特定的股票还是有大脚在那边呵护 但是很多股票可以说80%全部软软的 那软软的还不打紧 还有人搞破坏 所以面临到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 下一步台股有没有办法能够比较强壮一点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台股真的快要整组坏掉了 现在还没有达到整组坏掉 只是快要坏掉了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就挡在这边赶快反转了 这个时候我来告诉你 今天看到这一段 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讲 台股今天面临的是气血两虚 气也没什么气 血呢失血过多 所以两个都很虚弱 希望台股能够加油一点 怎么加油呢 让我今天用本间K线来说给大盘听 也讲给所有人听 这种软烂的行情 软弱的行情 鸟鸟的行情 大家都没有错 错只有错在哪里呢 错在这一块 明明我们上市会股票一大堆 我们算整数好了快要2000了 那上市只有113家是上涨的 那今天如果你手上有在上市这个部分 113家里面来为市集掌声鼓励 因为今天下跌不是你们的错 那问题是连这些阻力都怪怪的 我昨天已经跟他们下通谍了 要他们拿智慧出来 那今天都没有智慧还输给我 来我告诉你 今天的大盘开高 开高是对的啊 怎么就这样子下来不见了 重点是今天整体这里来看 20大排行榜只跌40点 到底是谁搞破坏 昨天也是类似这样 前天也是类似这样 从先前最强势的股票开始狙击 开始到货 尤其重型股 还在这边撑盘 就有人趁这个时候 给他到这个这么多点 127-40多少啊 80几点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这幕后凶手是谁 让我们看下去 今天当然这个线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我会加两个字 不只是大阴线还崩落 老师今天量没有很大 为什么叫崩落 等会我解给你听 今天总共跌127点 收在15514 成交量真的 气血两虚嘛 对不对 也没量 我就在那边2000亿不到 最高点叫做15675 这里我要说一个大盘听 我昨天不是要你要用智慧来战胜这个大盘吗 关键价15700 今天总都没有 大盘要跟大家认错 再来 今天最低点 15501 算你60分 因为刚好守在这边多一点嘛 那这样格局到底怎么解释呢 昨天 缩缴的中黑K 就是昨天有反扑上去这一段 这一段 昨天我才称赞大盘 刚好回撤 本间K线的关键价15578 上面一点挡住了 立马反扑 这边昨天我就解释过了 那当然昨天 整体的20大排行榜也跌79点 多了这6点 还是来自这边 乱砍乱杀的 当然 那昨天的那个凶手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台积电 所以呢造成这个指数呢 这样是是非非的 那昨天呢我讲过 以这个形态来讲 这边拉近 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 多方缺口跳上去之后呢 整个进行了 其实叫做一个 这个区块的横盘 那么在多方缺口没有闭之前 大盘都还有得救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缺口千万不能补满 到了今天还没有补 那么呢 到昨天是这幅德信 它是呢一根红柱 然后这边碎碎的 然后大大的小小的 有星星的有条状的 所以叫连续星线 连续星线 昨天这根黑不打紧 因为呢直接拉下来 它是亮缩嘛 那你亮缩这边是 红K是大亮 当然OK嘛 当然要直接拉上来 你这个地方处的人这样 叫做横盘 这个是有依据可循的 所以呢我昨天讲过 我说呢 形态叫做连续星线 里面有大支的 还有星星的叫连续星线 今天关键价给大家15700 因为昨天多头没有攻 但是有手 那今天呢开低开高怎么样 我都有先跟各位说 那昨天的情况是走回侧路 有没有刚好 15578 昨天最低是15579 那昨天搞破坏 但是台积电 7块钱就占人家多少全值了 那我昨天讲过 开高跟开低的做法 我先检视一下 今天开高要怎么样 占上关键价15700 有啊你有乖啊 可是你没有上去15700啊 这里对不起大家 少25点 再来 那我说呢 在昨天 昨天呢 它的走势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说单边走势向下回侧 对不对 昨天是往下侧 所以今天注意了 多头要用自取 并且多头一定要涨发球权 否则形态会转变 我昨天把盘解很清楚 对不对 那今天变了没有 今天这个盘 一样再拉近在这里 今天多方缺口还没有闭 但是以这个规格来看 这边出现了第二根 更大支的黑坏 而第二根更大支的黑坏 虽然这两根黑坏 直接拉下来 都没有带量的 但是这个属于呢 不想追价 这也是一个隐忧 再直接拉上来 那今天呢 我要补充的就是 不管如何这个洞啊 多方缺口千万不能补 上面就是15757 下面这边的横盘呢 是15477 只要明天再测一个低 能够挡到15477 这附近的话 不把这个缺口全闭了 那么大盘就有得救了 到目前情况快要变了 但是它还是连续新线 它没有改变 但是明天有一个地方有变 关键价 明天有一个个关键价是15588 第一个今天多头气首嘛 它没有反扑直接碰又下来嘛 那虽然今天是大阴线崩落 但是我刚才解释过 还在这个规格里面 所以呢 还是在持续的横盘里面 那么注意了 明日开高 需占上关键价15588 这数字不错 5588 大盘要加油 明天不管怎样 你开高就要占上关键价 如果开高没有这条路 就很容易再杀一次 那这条路最好不要出来 明天开低虚手15477 如果开低有手还OK 没手很容易补多方缺口 不只补多方缺口 还容易补满 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个分析师解盘 那么清楚对不对 当然啦 要知道盘的来龙去卖 你才有信心嘛 你要买还是要卖 那你知道整个架构之后 那从里面找寻蛛丝马迹 找寻个股对不对 好 这个盘我还没解完 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 整组快坏掉了 那整组快坏掉啊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救 缺口不要补都还有得救 这个洞不要补 因为好不容易两颗星星反转向上嘛 对不对 那两颗星星反转向上留一个多方缺口 是强烈多方训啊 那不管你在这边横盘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避缺口 那缺口不能补 否则 这句话记得喔 缺口不能补 否则此坡低不保 也就是这边在拉筋 你缺口一旦补了呢 前面这两个星星啊 的低点就很容易摔破 所以今天把大盘的格局弄清楚 你就知道明天怎么样结招 当然在今天盘中我晚了一点 还是有po那个大盘的线形 给所有的粉丝来分享 所以明天盘中一样 跟大家相约9点半 在Telegram上面 明天到底是 这行情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是有机会赶快反扑 那我会在上面 除了告诉你们大盘的走势 还有告诉你们什么样股票要注意 注意买点跟卖点 这样好不好 赶快加入我Telegram 那当然从这个大盘看完之后 我要把台积电给抓出来 台积电今天没有500 只有499 通常我在讲499的时候 都告诉大家 all you can eat 你可能吃到饱 但是我今天要反过来 可能吃不饱 那今天这个台积电呢 不偏不宜收499 那我跟台积电讲 499跟500 其实没有差很多 只差在一块钱 那大家心理关卡 500跟499好像差很多 其实只有一块钱 我要跟台积电讲的是 你如果再不争气 可能吃不饱 通常499 599什么999的 反正都是all you can eat 那你今天呢 我不给你all you can eat 我要告诉你 你再不争气 可能大家会吃不饱 所以你要多加油 那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呢 昨天已经有4月份营收 年减 月是真的 增不多 但是年减是14.29 所以造成了这个 阿多仔给他砍了7块钱 那砍了7块钱当中呢 在5月9号呢 刚好510 这一段呢 也很多人嘖嘖称奇 本间K线判断510是压力 真的顶到510 那台积电呢 就从当时4月27号 我跟大家讲 这个新呢 叫做低档明亮新 就从4891路反转到510 这段过程 每个人都记得 所以每个人很喜欢听我解盘 因为我解盘一定有依据 有一个证据讲一个话 5月8号 台积电最高顶叫509 我说因为 它当时 当天的价格上涨 但是K线收K 是来自于510这边有压力 有人先下车 但是呢 当天还是上涨4块钱做收 所以我说一定要尽快功过 这一天5月9号台积电有听 刚刚好就是收510 刚刚好就串到510 那这个神奇是你们讲的 光489到510涨21块 而且是6日最大的量 对不对 那么 那5月10号发生什么事呢 台积电公布财报嘛 该讲就讲啊 对不对 那昨天刚刚顶到500 回撤反拉 那此情况 还是一个连续新线 但是呢 到了今天 它微幅跌破了就499 那499没有关系 反正差一块钱 但是呢 情况请各位注意了 今天破499很多人可能呢 心情不是很好 不用不好啦 我帮你画好了 上面压力就是510 下面规格就495 那么目前看台积电 是要往上涂还是往下破 当台积电往上涂再一次的时候 整个大盘就会扭转向上 如果当台积电再一次的撤 495没手 胖下来的时候 当然大家的皮就要边紧一点 所以明天赶快 9点半相约在台湖管上面 大家如果不知道 先扫描这边的QR Code 扫描你就可以连结 连结之后呢 就可以知道我的粉丝网在哪里 我们先进一段告告 马上进来 人员头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滴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 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听我讲解盘 有没有觉得心里很安 因为盘啊 它不是盘整 那就是往上往下 那你每天知道它的规格 当然你就可以接招 明天要开高怎么样 开机怎么样 至少心里有一个方案 对不对 那当然从这个方案当中呢 你可以延续到 现在三大油头发 到底买什么 近期很多人说 这个大盘呢 有些怪怪的 其实你们的怪是来自于 你们买的股票 全部套住 所以你说大盘很怪 所以你说大盘很烂 对不对 我知道你的心声 那现在又很多人讲 大盘量不见了 是不是前几天 开那个军工概念股 开那个什么电的概念股 开那个油的概念股 那些大脚全部跑掉了 对 当然是有人跑掉嘛 不然怎么下来 那问题是 这些筹码被谁接走 那如果是其他三大油头发接走 当然OK啊 可是问题是 据我去看 里面很多 都是小蚂蚁买的 小蚂蚁是谁 你们自己来自首 这一天呢 很多人把宜兰杂症来找我 我都给他们的锦囊妙记 那如果你愿意听我的 我也会愿意告诉你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起努力啦 因为这大盘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 可是问题是 你们没有信心讲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呢 我上一节花那么多时间讲那个盘 就是要告诉你们 不管盘涨或跌 你要知道方向 你才知道你下一步怎么做 OK 饭票 我始终喔 不喜欢要你们去买什么票啦 我也不喜欢半夜去排队啦 你就是优雅的 来霸占饭票就好了嘛 每天问什么牌什么牌的 哪有什么牌啦 那你最强的军工牌 不是掉到楼下去的 不管你什么牌呀 今天一大堆牌全部掉到楼下去 因为大家都不认识的牌了 那只有这个 永远大家认识叫做饭票 饭票 你赚得到钱 这样有饭吃 你有饭吃你就身体健康 健康你股票就会选 因为你们一直在 处在那种很悲观当中 所以你不敢买股票 你也不知道方向在哪边 只要人家报名牌全部挤进去了 那人家没有报的说 我都没有听过不敢买 这档你要不要买啦 认不认识啦 他是上市的咧 二三开头的咧 给你们讲N百遍 你们就没要理我 这个时候才知道 哪个分析师选的股票 真的是很安全 所以我常说我家有安全气囊 我家没有名牌 我家只有一步一脚印 三大有头盘轩挤到我家 今天难道我不知道大盘跌127点吗 那为什么要涨 我不知道啊 昨天呢 嗯 昨天大盘也没有涨跌啊 还是这样子啊 你看今天4.5 昨天4块加起来就8.5了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啊你们会怕嘛 这天呢跌4.5嘛 我都跟你讲清清楚楚的嘛 对不对 你们都是跌都不敢不敢讲 这天涨3块 涨那么多跌一点点 大脚都来了 尤其4月26号 你去上什么班都没有用啦 没有人会教你什么探底线啊 什么反打前三啊 没有人会教你啦 我从那边教你就够了 注意探底线探底出来 啊这边量好大很恐怖哦 我告诉你这个线出来 就这个线出来 至今这个线这个脚超级无敌好的 没有吃辣到一个中场 我说这个啊 成功的案例 对不对 你上什么班 脚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那两个红 还没有涨完耶 三个 然后还有四个 五个 这样才对嘛 对不对 别都没人讲 涨上去每个人都有 我不管 我只知道我怎么样带会员 OK 那这一段呢 五连红就是 这个涨幅嘛 1390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B&W可以签了 5月5号我有讲啊 为什么这边没有过呢 刚刚好 这根呢 法人他有部分的调节 我也跟你讲很诚实啊 前面三大有头发在卖啊 在买啊 那这边有人调节嘛 那我又跟大家讲 本周点位论去留 这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哦 你们自己看啊 5月8号 还在这上面 对不对 那除了防守点有守 我还跟你说 这有压力 红K这上面 这个叫短压 那当天呢 他是 他的价长 但是K线是黑的 那就表示这里的压力 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好 这真的很神奇 你们就看这里哦 哦 5月9号刚好来测这里 你再看一遍 一点都不差耶 有没有 很多人说我画线给大盘走 没有啊 我用本线跟线解答 很多人说 连个股都画给他走 那是你们讲的 但是你自己来看 这两张自己看一下 真的耶 一毛都不差 有没有 这里 刚好这里 有没有 画得出来跟我讲 画不出来就要听我的 5月10号 有没有 这根还在那边 挡到这边就红的 对不对 今天呢 又红的 所以你为什么 每天要换都换时 大盘底就很悲观 然后大盘长就说 可以追吗 日K二连红 三大有头发在任养 我讲了N百遍 今天再说画一个N好了 有没有点N 它压力 短线压力在这个红K的上面 就这个地方 我都标好了 这点是不是至今 都成为这边最矮的位置 这档难道不能赚吗 要去买别的高价股 我说这档就好了 你管那么多 每人要买 三大有方拼命买 还有我带我家族会员在那边买 难道没有要买 都没有赚到 等到涨上来 每个人都很多支 跌都没用要半支 太可惜了 再来这档股票 你今天要一支吗 哎哟 已经下跌 我不要半支耶 这档 我也从这边这一段 挨的位置买起来 我也调了一半 另外一半 下面买上来还在赚 今天新会员去买 你买不买啊 哎哟 不要 已经跌了耶 昨天呢 大盘崩起来一条线 还亮缩一半 大脚都不出来 你去哪里 5月9号 天气多边我全都要 每个人怕大盘怎样 结果拉上去 对不对 波段高 这一天天气热 天气冷 散热 空调 通过都要 5月5号我们告诉你 全烧了 235.5 到今天呢 帮我算一下 还在数钱 对吧 滚亮1.6倍 有没有 告诉你就不相信啊 你买在这里多好 你干嘛要去帮别人抬轿 省一只鸡的钱 然后去抬轿 然后现在告诉我说 老师今天没涨 会不会很恐怖啊 我今天再买 所以啊 没有人像我这样解盘 我用这张图告诉你什么 我要让各位看 什么叫大底形态 什么叫做万般打底位盆厨 什么叫做商机来了钱财就来 我这边做了N百段 后来去买变色龙 变色龙卖掉 从这边开始买 就从这一点再也没有回来了 这边这边的高点 这边大底这边左边的高点 结果呢 5月8号 哦 我放大给各位看 有没有这副德信啊 你去哪里找 根本不用等 我一买就喷喷喷 5月9号 啊再喷 光这样100张210万 加起来 要把小牛迁回来 你看大脚喜欢来我家 那昨天 好开始没过高了 但是往这边看 是不是量急缩哦 大脚进来霸占位置都不出来 你要出来去哪里啊 不要玩大风吹 被人家吹到外面去了 你找不到你的位置 今天5月11 啊又来了 啊你看那量不见了 根本就没要出来 所以你没有人赚不到大条钱 量缩瑕幅盘整 补量会再喷出 现在手上有这档股票的还有钱的 赶快来预约 明天我要全数获利了结 还是我要再加码买 因为发球权在我这里 这档股票我从这一边的起工点 我开始买了 所以我有发球权 所以在这边去想一下 为什么永远赚不到钱 虽然今天大家脸上都三条线 但是啊 饭票要顾好 就如同 我跟大家讲 我搜这样当股票 你会说老师你现在买没有立即赚 那明天呢 明天一根就够了 我不去预设立场 这个 已经有人回心转意了 今天大盘大跌没跌的对不对 时间快不够了 那我直接翻到这个 量缩走跌 探底角有效 对不对 要看内容 不看今天跌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要讲到昨天 它有20秒 我这边有人吃货 这负责性 然后呢 中继再跌 明日关键 明天决战这个位置 想要在这波反败为胜 赶快找到我 call me 祝你call me成功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